听了叩头 听了叩头 叩头 再来一次叩头 人多理不怪嘛 是不是啊 对 叩头不是麦克风 OK 好了 再次回来跟大家 非常开心的再度过这 另外一个小时 听得到吗 听得到 欢迎新来的朋友 有些新迟到的 有些早退的 早退太可惜了 礼物都不要了 太可惜了 好的 没问题 我们现在就开始来为周先生跟亚丽举行婚礼 他们的婚礼就是在1981年的7月21号 你看我们记得很清楚的 他当事人也记得很清楚 因为是他的人生大事 你看等了那么久 才结婚正式 所以的话那天就是official wedding 他们的正式婚礼 他们的那个婚礼呢 我这里就没有把他的孙子孙女 全部的照片都放在里面 因为没办法 太多了 所以就是跟你们非常简单的 就是说他们终于在周先生的原 这个法妻在中国大陆去世之后呢 再跟他们 他们在纽西兰举行婚礼 感不感动啊 很感动是不是 14个子女生了这么久 而且有儿孙了 儿孙满谈了 来帮他们做发仔发女 多么浪漫的一个wedding 是不是 好 接着这个照片呢 你看这个女孩 多漂亮 心底 她是1960年 她就是这一位 书里面的这位女主角 她当时是17岁结婚的 那么她穿这个毛利的那个 我们叫导缝吧 他们那些毛利导缝是非常的精美的 用什么来织的呢 有些是奇异鸟的毛 有些是狗皮 有些是很稀有的鸟类的皮 毛的羽毛来制成的 他们要在非常重要的场合才穿的 不是随随便便穿的 在什么时候穿呢 结婚典礼咯 毕业典礼咯 甚至18岁 甚至21岁 这些很重要的场合 他们才会穿的这种毛利的 所以他们就是说 非常重视的时候 他穿这个的时候 是在表演一个毛利传统文化的时候穿的 那个时候非常漂亮 接着看了 美人真的是慈慕了 哪一个是他 你们猜到吗 中间那个了 你看当时那么漂亮 现在变成中间那个 他旁边的这就是他先生 然后在先生旁边的大女儿 在他自己旁边有两个孙子孙女 对 是2003年了嘛 所以就是他那个女儿叫姚兰 她的名字叫姚兰 姚兰的那个两个儿子 她的英文名字还 她的中国名字还起得挺好的 她的名字叫Yoran Yoran就变成姚兰嘛 所以放得还挺好的 接着这幅是非常感动人心的 你看 2003年 这个查理就是中间那个 就是这个当时的男主角 这个小伙 他就变成了白头翁了 已经 他的太太就站在中间 然后呢 他前面是两个 坐在中间的两位老人家 是谁呢 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 周迎兹 他在乡下住的 那个周呢 跟他的太太就到乡下 他们的姐姐跟哥哥就来看他们 所以把他们带在一起拍照 这个是全家福的 非常幸福的一个全家福 这个是周家的故事 接着下面这个就是 汤浩里跟王瑞珍 王瑞珍 王瑞珍是一个17岁的女孩 华人女孩 嫁给一个毛利的球场的建仗 他是足球很厉害的 然后他要去打过仗了 你看样子就知道很厉害了 威猛的一个男生 所以他当时是1958年 他们就在朋友的结婚宴会上认识了 然后他们以后就自己成了家庭 就是下面这个图 你看他儿子多可爱 笑眼睛都眯成一条线了 他的孩子叫 他的孩子叫Lelly 所以他结婚之后 就是生了一个可爱的孩子 第一个孩子 1958年 1958年认识之后 不久就结婚 然后第二年就生了这个孩子 好了 接着 看到这个漂亮的黄瑞珍 很漂亮 不要眨眼 第二章 变了是不是 没办法 年纪大了 1999年了 是不是 所以他们这两位 他们两父亲 当时是Ratana教会 Ratana是毛利族里面 一个非常出名的教会 那么他们就在那边 当一些很重要的 那个好像我们 中文应该是叫做什么 牧师 是吧 牧师 所以你看他们穿的衣服 都跟一般人不一样的 非常尊贵的衣服 那么他们就有个叫 Lupa Rappo 一个是Aputola Rehita 那么这些就是他们 专有的毛利的一些 教会里面的尊称的名称 OK 那这个是王瑞森跟汤浩里的 接着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他的爸爸 他们两个人的爸爸 都是从中国大陆过来 然后娶了一个毛利的太太 然后他们就 两个人就指伏为分 就是说他的双方都一个在妈妈的肚子 一个是女的 一个是男的 结果出来一个是女的 就结婚了嘛 其中一个就是那个 钟莉莉 都里 他的英文就叫都里 但是他的中国名字叫莲莉 OK 莲莉是右边那个 左边那个 Royd就是莱德 他呢就是两个人后来呢 就到夏威夷去念书 然后就结了 回来就结了婚 然后其中一个他们的背景 你看到他背景 一幅很漂亮的毛利传承的一些图形的画 这幅画呢就是那个林里的哥哥 就叫John Buck John Buck 他的名画 非常出名的一幅画 那么很可惜的就是这两位主角呢 他在前几年就在一次吃货之中 酸酸去世了 报纸都有买过这个 所以我当时知道很 非常心里很不舒服 因为毕竟我写过他的故事 然后还有跟他们采访 因为我放逸之间很多事情 我要跟他们交流嘛 所以都有网红过他们 那结果他们 因为你对于认识的人过世 你特别一种感受是不是 很深 所以我就特别很上感 对他们这个过世 但是也好 对他们来说也好了 同一天 没有同日 同日生 但是同一天过世 也是一个很凄美的 OK 接着呢 就是讲回他们的父母了 这个就是中年的 跟他的太太 毛利太太 帕里在家里合影 当时他们是开菜园的嘛 所以在1940年的时候 中年他们就在家里合影 OK 接着呢 他这个就是雷达的 他年轻的时候 就是抱着一个小孩子 小女孩的 右边那个就是林林 他们抱着他们的最小的女儿 一个抱着儿子 一个抱着女儿 然后中间坐的那个呢 就是他的弟弟 雷达的弟弟 中间的阿伦 中间那个阿伦 中间那个阿伦 这个就是他们的1973年拍的 那接着这个呢 就是你看 刚才我们不是看到那个黄百前的墙的女儿 这个林里 那么这个就是他的祖父 坐在轮椅上面 他就他有儿子来陪他 坐着轮椅到外面去购物 1980年 好了 这个故事呢 就是我说的 林里 她的父母反对她 棒打鸳鸯 把她 就是 就是 遣到香港去 跟她的姐姐住 但是呢 林里回家 还是结果跟她的先生结婚 那么 但是这个结婚是第二次结婚 你看到吗 我特别要跟你们讲的就是说 林里当时2003年 她已经几岁了 她1940年出生的 你给我算一下她几岁 63岁 第二春 结婚 又是一个毛利人 但是她是我们教育部 一个非常出名的毛利官员 所以这个叫做Avi Avi A-W-I Avi这个人 我也经常请教她一些毛利上面 一些东西 我都要请教他们两会 因为他们都毛利通嘛 然后呢 Avi特别要求林里 穿上红式的旗袍 因为现在黑白你看不出来 很漂亮的 大红的旗袍 你们可以想象很漂亮 然后林里又很高高瘦瘦的一个高高瘦瘦的一个高跳的身材 所以Avi特别要求她不要穿白色的分纱什么的 穿中国式的 然后就在他们对面的一个公园 然后就在他们对面的一个公园 有河在河水在流着 非常优美的一个环境 拍上这个照片 你们后面看得到吗 结果这个呢 就是另外一个故事 就是那个慧兰 慧兰跟她的这么高大帅的先生 高大帅的先生 是一个毛利跟洋人的混血 这是爱以兰人跟毛利跟洋人的混血 然后呢 就叫George嘛 1940年的时候 Nancy 你看这个Nancy 娇小玲珑 依偎在先生的身边嘛 好了 下面再看一个 谁是她呀 所以我奉献美丽的女士 赶紧拍多点漂亮的照片 美人耻目 真的好可惜啊 是不是 当年那么漂亮 这么娇小 当然了 现在她已经有孙女了 所以没所谓啦 是不是 只有内心悠扬就好了 外面没所谓 内心悠扬 人很重要 尤其是女人 有气质很重要 漂不漂亮一件事 当然是气质很重要 对不对 有些你说 农专艳末 但是没气质 就谈不上漂亮 所以这个慧兰是 慧哲兰心的一个美丽的 非常有气质的女性 她的儿子就叫郭达良 所拥幼抱两个慧兰 怎么回事呢 她的妈妈就慧兰 她的孙女也就慧兰 因为他们洋人都是 不是洋人 就是他们这边外面的人 他们喜欢把自己的名字很疼 就爱惜他们的孙子 孙女就把她的名字给她 爷爷的名字也会给孙子 主母的名字也可以给孙女 是不是 就是这样 所以她左拥幼抱两个慧兰 一个是老慧兰 一个是小慧兰 这个是很漂亮的 一个是Grandma Chinese name 也是慧兰 好了 那接下来就另外一个故事了 另外一个故事呢 就是这个毛利的爸爸 毛利的新男 娶了一个马来西亚的美女 这个她的妈妈叫做梅英 杨梅英 然后这个爸爸叫Toms 那么这个中间那个女孩 你看到她穿了什么 也是毛利的一个岛缝 是吧 我刚才不是说过吗 大学毕业 他们人生大事 他一定要穿这个传统的毛利 就是他们的毛利岛缝 等于我们中国人很传统的旗袍 漂亮的长衫 是吧 这些都是 所以她这个后珍 伟珍 所以伟珍是Jennifer 英文名字叫Jennifer 她的中文名字是侯伟珍 侯伟珍就是得到心理学博士 然后就很开心地在阿富兰大学 2005年的时候 15年前了 现在已经是合理成全的 应该是 那么我们今天还在说她的故事 她其实已经当了儿女妈妈了 好嘞 那接着呢 就是另外一个 就是也是他们在家里的一个流影 你看她的爸爸妈妈 还有她在客厅里面 你没有特别留意到她的客厅里面 后面的装饰啊 Very Chinese Very Chinese 还有一个小女孩坐在她的爸爸的肩膊上 你看那个小女孩1982年的时候呢 她就跟她的爸爸 Simon 跟她的妈妈 雅莲 跟她的 啊不 Sorry 她自己叫雅莲 跟她的妈妈 Oli 跟她的姐姐 Lossa一起拍 很可爱的一张家庭合照 这个爸爸是华人爸爸 然后妈妈是毛利的妈妈 好 看得到了啊 好了 现在坐在肩膀上 那个小女孩要变身了 十八变了 变成谁啊 漂亮不漂亮啊 漂亮哦 2006年啊 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大学生了 那么她当时呢 就在奥克兰大学亚洲学院念书 她学日文 她当时选修的就是 国际商业硕士的课程 但是她要学日文 她要学日文 因为跟日本人做生意 或者到其他的国家 他们都比较多一条路嘛 所以她也在学日文 那当然她的毛利文也会的啦 所以就是说 他们慢慢变成一个 这么多元 multilingual的一个才俊 一个美女 所以就是非常的鼓励 在座的听众 如果你有儿女 你有你自己本身还年轻的 或者说你有孙子孙女 我希望你们一定要鼓励 把你们的孙子孙女 把你的子女培养成 最少是bilingual 中文英文都会 当时讲已经不错 但是如果会写会看更好 所以呢就是这个非常重要的 我知道很多美女 帅哥美女 她们的英文都溜得不得了 但是如果中文要她看要她写 她可能有一点吃力 我还是鼓励趁年轻还是要学 学好 如果你是孩子还小的 就更好了 机会很好的 慢慢小到学 OK好 那么这个故事大概就介绍到这里 那么下面给大家看的就是一些书品 书品就是这本 Being Maori Chinese的英文书品 我们把它放成中文出来 你们大家慢慢看我就不读了 好吧 你们后面看得清楚吗 这字看得清楚 OK那你们看我喝口水 谢谢 有一个是New Zealand Journal of History 历史记刊给他写的 有一个是New Zealand Hero报纸 有一个是Chinese Overseas 海外华人学刊 还有一个是Pacific History 太平洋学刊 对 好了 那我要说的关于这个云生 荣誉毛利情 他们一些简单的故事啊 跟我刚才所说的一些 他们的inter marriage 就是义竹同婚的一些影响啊 我都基本上跟大家越来讲过了 那么下面的时间呢 还有一点时间嘛 中原先生 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的 我可以给你们看 如果你们没有兴趣 我就不给了 那你们有没有兴趣看呢 不是看书啊 看不看 看啊 反正我都做得那么辛苦啊 是不是啊 你甭我的场就来看嘛 OK好 反正我东西都有了 你们又听我就来 没所谓 听听听啊 一定是吧 开玩笑 好了 那么我下面要给你看的东西 我印象跟你说 你不要觉得我是在 投摸我自己 或者说在 show off我自己 我完全不是这个目的 我只是觉得说 我们一个新的移民 来到一个 我有水 谢谢 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国家 你必须要去学习当地的文化 当然你说 我不学习 我也活得很快活呀 我每天也可以喝茶跳舞唱歌啊 干嘛要学你的毛利文是不是 但是你知道人的快乐有三个层次 你们知道哪三个层次吗 第一个层次是什么 意识住行 吃喝玩乐 说的对 就是我们现在每天所做的 塞塞照片 我今天去哪里玩了 我吃了什么好东西啊 东西还没进这里 肚子 就先吃了 然后就泼给大家看了 吃喝玩乐 这个第一个快乐的 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什么 层次不是这段 层次 第二个层次是什么 张老师你说 你都做到的 你不要笑 你说呀 我点名呢 张老师 对 第一个快乐他做到了 第二个快乐 层次 其中一个 加了一个新的 还有谁想说 补充一下 第二个层次的快乐是什么 健康 健康 这个当然 吃喝玩乐 一定有健康才吃玩乐 OK 律师你跟我说一下 第二个层次是什么 不要笑啊 你回答我呀 我觉得是精神层面上的追求 像你一样 因为你一直是我们的凯国 虽然我第一次听你的演讲 但实际上 你从90年代出来 产生了一个步伐 95年我来到这里 所以你在做毛利的研究 我在两年前 我开始学习毛利语 也开始在做毛利的文化的研究 也两年前在毛利大学 现在一直在做博士的这个方面的研究 所以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兴趣 天脑派 天脑派 卡派 很大 很大 OK 说得对了 第二个层次就是追求艺术文化方面的一些学习 来素养自己的气质 自己的思想 第二个 第三个最高层次是什么 金博士告诉我 金教授告诉我 你肯定是已经试了啦 你看自己传承最高灵就是您了 对不起 为什么不给脸啊 不给脸啊 不给面子 对不起 你应该是已经试了啦 对 我知道哦 我很高兴他今天特别来出场 我还有万诚募集会 二十年后才到你这个年龄 我要好好活的 但是您再好好喝酒 那金博士的酒量很大 所以说尝尝 那这样我不行 这个不行 是六岁 九十六岁 哇 多受多受 哎呀哎呀 所以啊 非常 喝酒喝点是吧 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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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都会 我们是不是要看一个卖酒的讲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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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来 中原生 下一个就是你们来讲 好了 你请坐吧 老人家请坐 哎呀 真的是难得难得 非常高兴 谢谢您 我要说的就是说 我当时傻瓜瓜给人家骂大傻瓜 研究毛利文 地文化的东西 一睡觉也不去睡觉这么瘦 还要研究什么东西呢 然后我就不理别人 继续去做我喜欢的东西 先生其实也骂过我 哎呀 今天做这些什么 毛麦粥 你们知道毛麦粥是什么东西吗 美米的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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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做一些没有用的事 他觉得啦 但是没有米煮出来的粥 就是没有了嘛 是不是 白干了 对对 就是白干了 但是我呢 没有办法 先生嘛 也不知道说什么 算了 你说不好就不好 但是我还是三更半夜在偷偷在写 当时可能就对他影响啦 当然不高兴啦 是不是 哎呀 他在写什么东西啦 好 总而言之呢 他就不是很鼓励我 但是呢 我跟你们说的 就下面看这些东西呢 就是后来把他 后来把他慢慢感发 感发到他说 哎呀 还生得不错 所以啦 我今天就跟你们说一下 就是说如果你们女士之间 现在有给先生说你大傻瓜做些傻瓜的时候 你就别跟他斗 你就傻傻地做 你将来就又学我一样 好不好 来 你再看一下 这张照片 你看我捧着一本书就是这本书 1998年 这本书出版的当天 不是当天啦 就是差不多印了书过来之后 那个Hawaii and Paguranga Times 你看22年前的啦 那个时候我就别提了 现在我已经老成不成样子了 是不是 那个时候啦 40多岁 40多岁 他就把我拉到哪里去拍照片 你知道吗 你看到后面是什么东西吗 Natifatu Natifatu 你回得多所以你记得 没错 就是Natifatu 因为Iris经常是在音乐会会讲 他带他们去表演 他们知道 Natifatu的Marai Oraki Marai 为什么呢 因为我当时做这个研究 我是在Marai 那个Oraki Marai里面 睡过很多个晚上的 你知道吗 为什么要去那边睡啊 我写这本书不是单靠看书的 我还要亲自Fu 田地去采访的 你要写人家的传统 你人家睡地上 你都不知道写什么传统啊 是不是啊 他们的Marai里面有些什么东西 你又知道吗 所以你就必须带着一个背带 去那边睡 睡几个月 一个礼拜去一次 一个礼拜去一次 先生当然不高兴了 是不是 你要去那边 没事了 很多人在一起 不是一个人的 不用担心了 OK 结果呢 他就说 这本书出来 他一定要我到 Oraki Marai去拍这个照片 第二个原因要拍是因为 Oraki Marai的酋长 当时他提供我一个在里面演说的机会 就算好像今天这样 感谢词用毛利语 跟汉语 跟英文 来感谢 他们的毛利祖宗 一个会堂 因为毛利会堂就是 毛利人他们认为是祖宗的身体 你能够在他们祖宗的身体里面讲话 你是不得了的 因为女人是不给在毛利会堂里面讲话的 你知道吗 但是因为我把他们的历史 传统文化故事全部写了 我这本书里面有神话故事 毛利传统跟历史 历史就你们大家很有兴趣想知道 还有我后来再加 这个是第三版的了 加了一百页最新的 关于毛利地名用普通话的发音 还有简单的毛利语 怎么听呢 扣头 扣头 一直扣头 直接都在里面扣 所以这本书呢 我不是跟你们推销 这本书现在已经是几本了 我今天只带了两本而已 你想买我也没办法 还要请张老师给我带回来 又在台湾出的 然后又台湾运过来 这个闲话少说 那么这个他给我在里面讲话 所以他必须把我拉到那边去拍这个照 特别有意义 所以这个书就是在1998年10月15号那天 那个记者叫Julie Peave 他访问我的时候拍的这个照片 他帮我拍了 拍得我那么漂亮 我很开心的 但是没这么漂亮 这一张照片更珍贵 你知道这个照片 这个访问是谁写的吗 你们看中文 工党议员 华建强先生 当时他是我们 纽西人Hero的记者 高级记者 他当时知道我出了这本书 非常高兴 第一个就拉着他的毛利摄影师 叫做Conney Roger 去拉我上哪里去拍照啊 你看我的头发飘得那么远 湾区又上面吃风啊 带我到湾区又上面去吃风 然后拍了这张照片 特别有我这样绷着我的书 然后就风一吹 他就把我拍下来 拍成这个样子 1998年3月11日 那一天我永远记得 因为是我儿子的生日 没有办法带儿子去吃大餐 要拍他们上去 OK 所以就很特别的这个照片 好了 下面这个就是我的小儿子 看到小儿子的样子 很模糊的 你们看不清楚 我为什么要把它放在里面呢 因为他帮我 哇 画了个毛利人的地图在里面 纽西人的地图在里面 他当时是九岁 那么我为什么要把它放进去呢 这个小儿子 小儿子 对 刚才来的那个 哇 谢谢 我要找他的地图给你们看一下 他当时呢 看着我 找不到地图 你们先慢慢看 然后我找地图给看 Oh, yeah, yeah, yeah 找不到 待会儿我拍一次也找不到